高雄有這麼一間平下牛排店 因為不要鐵板麵可以換到五顆蛋 那麼被換成之前說 是所謂的都序傳說 只是現在蛋價也在飆 加蛋從原本一顆五塊錢 漲到十塊錢 鐵板麵換成蛋也會縮水 變成只有三顆而已 大塊牛排在鐵板上煎得滋滋作響 旁邊煎好的荷包蛋 更是堆成一座小山 高雄這間平價牛排 以不要鐵板麵可以換蛋 打出名號 甚至曾經被網友稱為是都市傳說 扣出照片說鐵板麵可以換成五顆蛋 非常划算 但如今也擋不住蛋價狂漲 換的蛋被迫縮水 後面牛排一天換蛋 這間平價牛排 原本不要鐵板麵的話 可以換到五顆蛋 而現在因為蛋價實在漲得太高 只能換到三顆蛋 換蛋之所以會縮水 主要原因就是原本加蛋一顆是加五元 今年起調漲成十元 所以鐵板麵換蛋才會從五顆變三顆 就連洞漲二十二年的牛排價格也調漲了二十元 他一顆蛋五塊錢換成麵不要換成蛋 就變成有五顆加上原本的一顆就是五顆蛋 現在是調整為十塊錢 所以不要麵就是可以換兩顆蛋 業者大喊吃不消 因為一天要消耗五六箱的蛋 蛋價卻從一箱六百元漲成現在的七百八 牛肉也從每公斤兩百多漲到三百多 只好小幅調整價格反映成本 我覺得價錢是可以的 是可以的 跟外面其他比較 因為你說要再便宜的牛肉 我就會覺得那它是不是組合肉 或是什麼其他來源不明的肉 受影響的還有同樣用蛋量大的雙蛋蚵仔 每份從六十元漲成七十元 一天大概要用到多少蛋 差不多一箱多吧 所以這樣子每個月下來成本就會增加 增加非常多 蛋價飆漲用蛋量大的業者 紛紛調整價格 消費者想省荷包 也許暫時得調整飲食習慣 少吃點蛋 記者柯鳳已成立國高雄報導